周到小姐姐 陪吃订单 你好 我是你点点陪吃 哎呀 你可算来了 快点过来帮我面个室 探一下题目 就对面那栋楼 没问题 诶 等等等等 我先考一下你了 十年前我二十岁 十年后我多大 二十 哗 你还挺聪明的嘛你 那必须的 行 那快去吧 我在这儿等着哈 小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样 他们问了你些什么问题啊 他们问我会不会唱跳rap 这些东西我都会啊 还有吗 没有啦 行 那我去面试了 加油 哎哎 美女 等一下 她还说让我明天过去上班 但是 被我拒绝了 我爸不让我去马公上班 我是阿亮 今天陪吃的这个姑娘 好像有些不对劲 不好意思 临时加班 这么晚了还加班 我都习惯了 你点吧 你想吃什么 客户快过来了 拿着方案半小时来到公司 服务员 帮我拿两个打包盒 你老板来电话了 啊 早了 刚帮你接电话了 你还有十五分钟时间到公司 车位已经帮你叫好了 记得 工作再忙 你要按时吃饭 谢谢 收到陪吃订单 你好 我是你点了陪吃 哟 还叫了个便宜的陪吃啊 我说你怎么找这种低级餐厅 牛排你要几分熟啊 这里还有牛排呀 八分熟吧 八分熟最好吃了 牛排没有八分熟 你懂什么 我平时吃的可都是米其林五星餐厅 米其林最高也就三星 你吃的是米其林轮胎吗 那可能是在其他餐厅吃的吧 上次我在泰国吃的 说到泰国啊 一定要去太基林看看 里面真是太美了 太基林不是在印度吗 不是了 我走了 哇 你懂得好多啊 要不我们加个好友吧 以后有不懂的可以问你 好啊 怎么样 加到了吗 加到了 这种果然快用 今天收到一份特殊的陪吃订单 你好 我是你的陪吃 你好 经常一个人吃火锅 我挺享受这种孤独和自由的感觉 诶 这不是胖子吗 你认错人了 我怎么可能认错 诶 还整容减肥了 不错嘛 喂 你哪来的有害辣植 你别他骗呢 你不知道他以前长啥样 又丑又胖 那又怎样 关你什么事 我姐是在这经历 你们俩都出去 啊 亮哥 啊 亮哥 领钱 走人 今天接到一个特殊的陪吃订单 你好 我一天没吃饭了 可以给我点吃的吗 你吃吧 你这是 我是从北京过来和我男朋友分手的 说好的这个时间 他还是没有过来 一地恋都挺不容易的 可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不在 我可以等 他说他想打批事业 我也可以等 可是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他都没有来 我不等了 谁说他不在乎你啊 你看 小雪 你愿意嫁着我吗 我姐在那车里了 你等我一下 我去哪 别让他等了 谢谢兄弟 你不是答应做我女朋友啊 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 我们喝杯水怎么了 你说什么 小仙女啊 你有没有尊重过我 叫什么叫 优秀女人应该配优秀男人 伯牛 别跟他走了 到时候做我们家大房子 大房子 上次看那小别书 我们现在就去买 是你的名字 有房子有什么大不了的 伯牛喜欢有责任心的男人 对啊 有责任心的男人 最帅的 责任心我也有啊 以后家务我来做 搞我来留 这些小说我都可以做 是我的卡 我的银行卡 公司卡 信用卡 全部都给你 耶 好 哥们 你赢了 伯牛 追着我妈回去派你吃饭哦 好的 表哥 嗯 大舅子啊 呦 收到陪吃订单 你好 拜托贾送我男朋友 了解 呦 男朋友来了呀 找的还行吗 老同学 我跟你讲啊 选男朋友不能吃他皮囊 有趣的灵魂才是重点 他其实 我觉得我很有趣啊 呦 像你的假手表啊 我比较注意形象 因为这是个假手表 其实 其实 他是个吹风机 哈哈 你试试啊 喂 请问 你们谁买带的 我来吧 不好意思先生 您这是健身卡 哈哈哈哈 我来给他 不好意思 舍去垃圾上了 哈哈哈哈 好来一桩 真想看你什么车